深夜11点多 身穿黄色上衣的男子 手持水泥机做旗杆 猛砸提款机 一下 两下 三下 男子怒气冲冲的 把提款机给整个砸坏 警方货报赶到现场 发现提款机内的金钱 没有短小 一度以为男子是交易不成 才会砸机器泄粉 情绪的一个发泄 然后来破坏这个提款机 当下它破坏的时候 也没有取走任何的金钱财物 案件发生在上个月26号 高温市股乡二路的提款机 被人破坏 ATM的荧幕全被砸碎 嫌犯犯案用的水泥机座 就丢在一旁 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破坏ATM的男子 还大费周章 从大老远搬来 操纵的水泥机座犯案 原本心想 应该是提款不成 才会这么生气 没想到事后 寻现逮捕嫌犯 他竟然说怒砸ATM 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一时兴起 也非 所以在提款机 没有提领到款项的情况之下 他就进行破坏 心情不好就砸ATM 这答案真的是让警方 啼笑皆非 不过进一步追查后 发现29岁的黄姓嫌犯 之前就因为妨害自由 遭到通弃 目前居无定所 只是在街头游荡 为什么要无缘无故 砸毁提款机 警方还要进一步厘清 记者梁家文包经营 高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合法